有游客在屏東恆春 从事水上活动的时候 遇到了强劲的洛山峰以及海流 被带离岸流地 而在海面漂流 但是体力透支 没有办法自行回来岸边 只好呼叫救援 而海巡署后报 也立刻出动了巡防艇 将三名游客再回岸上 耳边传来超强风声 就见前方海面上 有游客载夫载程 水深一度太浅 海巡人员赶紧先匕首是示意 终于双方接触 女子手抓绳子 被海巡署人员连同奖板 一起拖向巡防艇旁 陆续获救 接连攀爬上艇 言语中人头露出疲倦 原来他们从事水上活动 却回不来岸边 事发在22号下午三点多 屏東恒春河三场出水口附近 却了解两女一男 共三名游客在海上玩 SUP立讲冲浪 却遇到强劲的洛山峰 及海流被带离岸边 虽然距离海岸只有约0.2海里 也就是大约370公尺 搭海流强劲 加上体力不支回不来 才请求协助 海巡署获报 立即出动巡防艇 在将近20分钟的救援后 把他们接驳上艇 并载回岸边 考量该处巨岸过境 巡防艇同友 塑胶隔潜一律 精缓速靠第三名游客 PP3576艇安全接驳上艇后 载返后壁湖渝港 也提醒民众 现在正值恒泉半岛落山峰季节 如果从事海上活动 要先评估天后及海上状况 再出发 记者屏东综合报导